人忘了 喜闻乐见大快游心 欢迎收看由最蓝和赌链123 给大家带来的三国沙蓝翔相声专场 我是最蓝 我是蓝翔的翔 没有 你就是蓝翔的赌翔 那个赌翔123吗 那个翔吗 你就是蓝翔的那个翔吗 好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身份局 还是由赌链来选将 然后我们来打 然后两个人给大家一起解说 昨天忠诚是很多 而且昨天我们把那个看牌堆的技能 给稍微展露了一下 这只是我们的冰山一角 今天有更多的能力展现给你们看 其实我非常担心说 前面我们发工了 今天的功力下降 这边我们昨天起手 也是在八号位的忠诚 是周瑜 预示着说有一个好的开端 今天我们可以选一个 黄盖 你确定 可以选老黄盖 你有勇气的话 那我们还是交给这个好了 你要熟一点 你就选戒黄盖 好反面 那我们只能选戒黄盖了 这个手牌还是不错的 这边有人要看独恋大叔的脸 大叔我是爸爸了 哪还是叔呢 对人家都是爸爸了 比较害羞 你是不是有点近视的 稍微吧 4.8左右 我看你眼睛眼睛还是有点近视 稍微比你好 但是这个乱舞我们可以选择掉血 对的 这就是配合 这就是配合 由于假许开局是会乱舞的 所以我们选戒黄盖是优于老黄盖的 原来这么高端 是的 我们起手是七排启动 是的 再过牌 哇 还是非常凶的 胡子就胡子吧 没时间瓜 主要是最难今天晚上去大宝剑了 竟然没带我 这个嘛 大宝剑 今天 最关键的是 他一个人喊了两个妹子 这是最关键的 没带我 其他都是假的 这种细节就不要暴露了 我觉得 这边戒话头要死了 死就死吧 只有靠自己才是强者 我们在这一瞬间 已经优势了 这是气场 今天我们表现给一下 什么叫气场拧压他们 这就是福王后是忠臣 那元素是哪家呗 左慈去杀福王后 左慈也是忠臣 那全家都是忠臣嘛 我们都不要几个 这里是忠臣嘛 福王后肯定说这么去打 肯定是忠臣了 左慈选择杀福王后 明明知道福王后跳动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这么去打是吧 反正这个人是反贼 没有问题 左慈你看这么六张牌 不选择对主攻出杀 所以应该也是忠臣 他是为了获得英魂的技能 更好地帮助主攻 嗯 然后这刀杀出来 成狂成口 王后打得很有想法 我感觉这局稳了 不用移动了 我觉得这局也是非常稳的 但是会出现个很尴尬的事情 福王后来拼脸我 然后我们会把这张方天化解给人出去 其实我们不需要方天化解 这都是小事情 我们只需要红杀 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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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身了我最喜欢的一个寒当的技能 哎可惜不能化身解凡啊 他只要去拆貂蟬打貂蟬就可以了 哦 貂蟬跳反了嘛 但是我感觉他会是个内奸吧 你看拆桃子 其实我觉得他是可以先用麒丁弓追杀 然后再 哦原来是这样 他想拆闪 九杀 然后把这个貂蟬手牌拿一下 顺便压一下忠诚 这个内奸空场思路是很好的 很好的 可是人家有闪的 但是我觉得在 在黄盖启动 貂蟬还是一个必死无疑的 因为我只要把貂蟬杀凉血 假许拿一张杀就够了 哦那边化身个尖熊 这面有这面城谱的话 可能这个时候会出九 那我觉得福王后期可以考虑去拼点一下 拼了点还是能出九的 他不想让他出牌 是有这种程度吗 出牌他就跳了一个忠诚 还是让他出吧 哦是吗 那就说在贾曲组这么一个风 这么伟大的一个主攻的情况下 去淫威了已经 对所有人都选择跳钟 你知道为什么都要跳钟吗 因为贾曲组流行七钟打法 不是 因为我们选了八号位的戒皇盖 哦这边有一张勒布斯鼠 但是我们有无懈可击拿 我觉得我拿无懈可击就可以了 其实我是非常想拿这个 反正给贾曲嘛 贾曲他选择拿桃子 你非常想拿到那张 菊花刀 但是 但是我觉得还是万一 我如果这个时候 给贾强打无懈或者怎么的的话 就会被乐 反正无懈这个时候没必要去打 而且服务后跳 服务后挂这个闪电 我觉得是一种内奸的行为 但是也不一定啊 但是我们不是 他肯定是昨天看了直播 才挂这个闪电的 哦我觉得你说有点道理的 他可能是看了我们的直播 才挂闪电的 没有出这个 那我们不管怎么样 先苦一个藤甲 其实苦一个杀也可以 我觉得不需要苦藤甲 这个时候 但是我没有闪 然后存储在旁边 我们还是苦了藤甲比较靠谱 哦对 藤甲嘛 是的 好这边我们 先拆一下貂蝉吧 我们觉得不用拆貂蝉 貂蝉的桃子已经被拆了 我觉得去拆元素有桃 可能性比较大 嗯 这先杀两刀貂蝉 杀 死得最好 反正有万箭 这个万箭 我感觉对祖宗方还是蛮伤的 这边福王某让我杀他 为什么我要杀他呢 你想一想 我杀他有一个红杀 我重杀 他说我血太多了 手里全是桃子 我觉得万箭开出去吧 肯定要开 因为让贾许更好的秒人 对的 贾许掉血是无所谓的 因为左次那边有个叫阴魂的技能 来吧 尖雄 好 这边选择不尖雄了 我感觉是一个跳内的做法 把这个去掉 蹦蹦 无懈可击 才是强者 有连奴吗 连奴这副牌还没出 所以说 刘夏 很明确的选择 这就是有大局的选手 知道流杀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下回的时候 肯定会摸到那张诸葛连奴 而且是草花的 如果独猎你真的是 真的摸到一个草花诸葛连奴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饮料钱 我就请了 我就还给你 摸到草花连奴 把饮料钱还给我 是的 大宝剑又不带我去 我们先这样吧 你这种什么素质 如果垫了成谱 我就带你去大宝剑 给你叫三个妹子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对 摸到草花连奴 你就给我瓶水钱吗 对对 摸到草花连奴 我就给你一瓶水钱 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 相声的重点是在于闪电 其实我觉得好像是要电了 看来我命中驻地 没大宝剑啊 先苦个肉再说 说错一张连奴啊 说错一张连奴啊 他不是草花的 不过他是方便的 我勉强算你对了 主力 明天我请你喝 行 这个算 拆脱这种颜色 就换一种饮料的意思 你懂吗 假许去杀成谱 成谱死了 闪电电子元素 这才是完整的剧本 这才是完整的剧本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一个剧本 哦 我们猜中了 我们猜中了一半 我们猜中了一个开头 对 没猜中结尾吗 是的是的 这边是黑条4明明是黑条7 好吧我们又窗逼了 哈哈哈 其实这个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应该是稳赢了 因为这个闪电不管电谁都是无所谓的 嗯 嗯 其实我比较希望电左词了 因为左词现在有点名内奸的一个行为 他万键又不收的是吧 什么都不做的 就是这种 看吧 反正就是 不是左词就是元素嘛 这个没得逃的吧 是没得逃 那我们需要过什么牌呢 嗯 刚刚已经判定过去了 给你三秒钟 一二三 红杀 你请我大宝剑 铁走连环应该是 不是啊 我们会过到一个九杀 而且是九红杀 别人过了铁走连环你看 我跟你说过铁走连环嘛 诶 诶 无限一下他可以的 嗯 连弩给你 他不顺闪电我觉得是个很大的失误 然后他挂出来一个张角的记忆 脚 再摸一张杀 我感觉这是很轻松的事情啊 我觉得这好像也挺轻松的啊 哦 我感觉是有点轻松啊 诶 反正先火攻一下好了 哦 这边有个几货 吃个桃吧 你知道下回合你要摸什么牌了吗 嗯 嗯 两张红杀 不是 解一马 哦 是啊 你看已经帮我拆了 杀 这是这个兵你要兵元树的 嗯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元树这个武将在我们面前已经不行了 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真正的爸爸在这呢 你不叫爸爸吗 所以树霸他就不行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 终于领不到 我们知道独恋一二三彩三国杀界有一个名号叫做爸爸 所以树霸算什么是吧 树霸也就是N排气排的祸 哦 就是嘛 那这边打一打 只要醉孔住吧 皇后 皇后选择不醉孔 没关系 其实我有一点怂了 只不到现在闪电已经挂了N次还没有电过我 不是 所谓人在 你知道为什么有点怂吗 因为每次闪电挂的酒 就是有可能出现玻璃心祖宫 我跟你说我已经怂了 简直没意思 我们把人往盾拆了 冰一下 我感觉这张杀去苦肉比较好 我觉得甲群应该是有桃子给我们的 皇后也要有啊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静人是听天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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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关键最关键是什么嘛 还有一张草花莲弩没出 哦 是 所以说为什么要苦肉 就是我们苦到草花莲弩 可能就是杀两下什么左侧 主国一顺我们莲弩就推平了 哦 有道理有道理 主要是主中方就是除了皇盖过了桃之外 其他人好像都没有过桃 毕竟过牌能力差了很多啊 毕竟过牌能力差一些 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 其实现在有一个好处是 服王后这么来回打一打去啊 元术打皇后就求左慈 左慈打皇后就求元术 总的来说 主中方不吃亏 对 不太吃亏 哦 这是想 我感觉元术如果这么用牌的话 他可能不太需要了 那 他一会再用一张牌就直接扔光光了 就不留牌了 我感觉左慈扛不住啊这样 是啊 我觉得左慈扛不住啊 不是皇后扛不住啊 我是说左慈扛不住嘛 嗯 左慈肯定有点扛不住了我觉得 而且这样反这打很得罪内奸的 对的 特别得罪内奸的 不管说你们两个人什么身份是吧 反正这边只有一个忠臣 其他人都是敌人 过河拆桥 过拆一下 其实皇后可以把左慈杀了 他没有杀 如果有杀的话可以把左慈杀了 因为这个元素就变成一庸元素了 也对 左慈花生有这个韩当 有 反正这肯定要拼的 拼嘛 不怕他 那个点大不大吧 那我不清楚了 他可能是这样不想拼 还是拼了 不管怎么样少了一张牌还有冰凉 对吧 好吧 这边失效了他没办法 少了一张牌还是少了龙银的可能性 所以说还是拼一下挺好的 他有张火山要破张牌 而且贾许的话没有桃什么 但是有闪还是可能的吧 但是他没球 但是他没球 但是这个组内反的话 其实反贼是最优势的 是 因为反正就是不太好这样子 如果左慈有群雄的化身 回合挂了群雄就行了 不要这种什么尖雄啊 都是不怎么好的 反正元素的话肯定是先做左慈了 这个没有疑问 哦 他现在如果吃桃的话 那不太会出牌 顺手牵羊啊 元素有点想一打二的节奏 是啊 左慈一定要挂个群雄呢 如果刷出来的话 哦 这肯定是想一打二了 毕竟主攻还是有点白的 这本身这两张牌要丢了 为什么不去送这张 就是肯定要打出去的这张牌 他本身已经要弃光了嘛 哦 这边决斗不敢打 因为是一张明沙 也不错吧 看看龙银嘛 这边就是左慈的话可以去火加雪 看龙银嘛 哦 摸人中 反正现在是没有桃子的 我感觉是 他火弓丢了 如果火弓丢了的话 那么假许不会受到威胁 那苏八肯定死了 因为把火弓这样的牌都扔了 对 苏八肯定死了 但是 嗯 目前左慈是没有看到距离的 哦 只要不吃桃子来说 这主观还是有点希望的 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问题肯定不大 但是你看 他把藤甲都龙银掉了 有八卦症 藤甲和八卦症 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有青钢剑 对的 但是我更喜欢藤甲一点 其实我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问题没 不知道主没注意 南蛮入侵还没有出来 不是呢 哦 好吧 他出来了 那我以为假许续报了 原来是左慈出来了 好吧 你说这局买大还是买小 这局肯定假许盈啊 哎 藤甲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 让你扔藤甲 啊 雷莎 才是强者 哎 这左慈 穿和藤甲这局就稳了 所以还是跟之前我们昨天开局一样 先打一个八号位漂亮的忠诚获胜 然后再来打一些反贼 哎这边点一下活跃 我知道看我观众的朋友有不少是 强迫这种玩家 经常提醒我们要去点活跃 其实我没有的 我也没有 你看我们说了我们是把玩一个反贼 对不对 但是强迫这玩家都是土豪 你知道吗 哦是吗 嗯 那我们还是要满足一下土豪的需求 哎是土豪吗 交个朋友吧 我们选什么呢 反贼 你最喜欢选的我肯定知道是戒兆云 但是我们不要选 我其实很想点戒兆云 我们就选个曹章嘛 那行 那曹章其实也是强度很不错的一个武将 这个我这两个武将我都很喜欢啊 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曹章 然后戒兆云这六个将里面 好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喜欢不练师呢 因为他是人妻 突然点出了重点 反正赌恋就是会讲相声啊 是的 我是萝莉控 那现在是那个孙上香 其实重点的问题是他不如孙上香 哦 主要是你没孙上香我们选了也就选了 是是是 哦 这边看我的厉害 你知道为什么一个美女需要一个丑的女的来衬托一下吗 不知道 这样有对比吧 哦 哦 勒不思索 勒不思索 看一眼孙上香好像非常想去杀孙上香一刀的样子 哎 但是门神特别 最近特别喜欢那种孙上香的cosplayer 哦没有没有没有吧 有吗 肯定有啊 昨天做梦的时候你说了忘记了 哦忘记了忘记了 昨天我在床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哈哈哈 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 这点左词是属于一个跳反的一个行为啊 杀 黑杀 那么 呃我感觉有可能是循玉生全中那就很难打了 我觉得不难打吧 循玉生全中对我们来说的话还是很容易打的 但是你们反贼将面不抢啊 其实我比较关心的华佗是谁 华佗 对 主流内 online上四大内阶你知道吗 只要华佗这样一个控场将是我们的人的话就很好打 online上四大主流内 哦这边看他打谁啊这跳中了没问题 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不是好消息 其实不管他嘛 我们昨天给他讲过孙策主也可以直接推的 哦这边跳了一个忠诚那就很烦了 那那没关系我们一起就是一个思路打话头好了 看看吕布吧 那就是孙权内嘛其实 吕布跳个烦的话还是真的蛮难打的 嗯没事吕布他只要拿一个酒出来 虽然两口酒已经被我喝了 其实我们的话可以降池一一下 我们去杀一刀佐词 嗯哼有道理哦 雷莎 谁能当我 我感觉这一轮的话我还是想比较想正常摸牌 哦我感觉摸一张比较好摸一张杀佐词是吗 嗯看摸一张什么一张杀就一刀杀佐词一个 杀 华佗吧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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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一嘛 我杀一下佐词吧 杀一下佐词吧 对 我们也像跳个内阶一样 假装跳内 然后诱导生拳 诱导生拳去打谁啊 他好像不会打错人 打生侧吧 反正不管了我们给佐词过一张化身和加密技还是挺好的 等会儿再动 你看 他顺路不思蜀 还真是 那谁是内奸呢 那只能说寻遇主流类 寻遇我感觉寻遇和那个话头的最像吧 对对对 其他的话孙权我感觉一点都不像 孙权这么一个打法啊 这肯定是忠诚了没有疑问 是吧 是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傻吧 就是我讲嘛 孙权那个时候肯定不会打错的 但是我们帮佐词过一个身份还是挺好的 过一个化身加上一个技能 因为毕竟反正一现在其实感觉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嘛 孙权其实可以尝试的去跟他拼一波 有武器的话可以不拼 因为孙权里让一张红杀还没有打嘛 那如果把他红杀拼掉还挺好的 而且六张牌也不一定使用那么多 而两个人都是六张牌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拼的 你看孙权为了保红杀 所以说他就只能掉一滴血 谁 想给他看对吧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说 可视的时候 打死话筒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直接打成策 勒布斯鼠 唉 唉 你为什么订阅直播的时候 没保佑别人啊 哪个 起码你的队友应该是全天过的嘛 不是超人家十倍的关心嘛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今天不太灵 有两张乐就够了嘛 原来你控制的是牌 不小心看错了摆错了 对 我们是刚才控制了一刀给他杀去的大乔的技能 我将尽我所能 来给我一张杀 感觉是 给了三张箱 应该是张闪啊 我们下回合是摸几张 摸三张吧 我觉得 我感觉摸两张吧 自信一点 摸三张嘛 我们要赤逃了这个时候 要被打了 所以还是摸三张 哦 这边两张无血可击 忠诚太多了 我突然觉得 看画头怎么跳吧 毕竟也是内建的一个选择嘛 毕竟也是一个能控场的内建嘛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直接推主啊 还要不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摸两张牌 有九杀直接拍在主身上 对的 看内建怎么扣 我们画头都不管了 是的 这边要拆我夫衣满了 丧心病狂了有点啊 九杀画头 杀狠党杀神 我党杀佛 自信摸一张敢吗 敢 那就摸一张嘛 那就摸一张打主公 摸一张打主公 那就摸一张打主公 我们看看观众的反应 给观众五秒钟 这段时间 同意就打一 我们还有个加十 要不要点一下 没事 我最后点了 这边都打二 二是什么 二是很同意 二是非常同意的是吧 是 就这么概论 三四必须这么做 漂亮 带节奏 人家肯定不会闪的 这边一张红纱 再杀 魂友江东 反正 这样的 孙特这位 看我们要拿肯定过牌 一会儿我们再摸一张杀 前面把闪给逼掉 再九杀 我们每回合可以摸一张杀嘛 对 觉醒其实不用怕嘛 其实不怕了 我们只需要 他一血过 我们只需要 打他 打死他就可以了 这个画头是没清囊的 不要怕 对的 哦 我们不可能再从中神杀起来 我们输出完全不够 输出已经不够了 确实 其实读炼讲的很有道理 我们这个时候打存测肯定是对的 因为我们输出已经完全不足了 那佐茨这个时候也肯定是卖血 卖最大的牌给到我这里 你看 群域主流内就跳了呀 那我们就秒主公主很有希望了呀 哎 毕竟主流内嘛 毕竟主流内嘛 对不对 这一下希望不就有了吗 这不就有了吗 佐茨 秘技四张牌 给到曹章这里 孙上将三张牌启动 加两张牌 五张牌 秒存测不是简单的吗 看香香 就是什么都不用思考 就是打顺测 节奏已带 我们已经把节奏带起来了 觉醒我们都不怕 正在先把霍多打了 有道理其实 我们先把红牌给压了 其实一张红牌压制就可以了 只需要压去一张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打主了 对的 这会儿肯定要睡我一觉 因为我是无视距离打的 他其实应该睡我一觉留一颗桃子 这样最稳 他想杀一刀 但是 反正肯定打主攻 他怕菊花刀吧 我感觉知道南蛮就开出去 嗯哼 明显杀主雷啊 这孙香香还没领悟我们的意思 明显推主了 这是一个明显推主的一个局 我们 在干嘛 不知道 我不知道孙香香是什么一个思维啊 我感觉这下南蛮就开出去嘛 就把什么那种旅布啊什么的都收掉 对嘛 他就先睡我 睡我开南蛮 陶子给左慈 可以留下左慈 对然后把旅布收掉 留左慈收旅布 然后启动去打孙策 生老病死 这边吃淘了 九杀看杀谁吧 他杀我 他应该杀我 他不敢呢 因为你排太多 好吧 那其实 如果旅布杀寻遇的话 我们就直接九杀寻遇也挺好的 嗯 这个 九杀寻遇吗 九杀寻遇啊 我感觉没必要吧 呃 其实刚才那个时候给 后来那个 哎 托管了就是杀嘛 杀嘛 哦 我们是红杀嘛 最主要的是 嗯 哎 托管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嚼嚼的 本来我们还在犹豫 杀谁 然后生产就指明了个方向 来干我吧 没事 其实虽然相当骑士 打的那一轮是有问题的 他留的又不是桃子 这样还是肯定不留的 打不死我 哎 你打不死我 非孙伯福也 虽然他的思路还是不清楚 那一轮的时候他是 他可以打碎我 然后桃子就躲死 南蛮收铝布 他真的不行把你收了都行 对的 他可能是怕那个 徐玉劫命一下话陀吧 啊 其实这个不会的 在徐玉已经 截命搜上枪的时候 他肯定是希望话陀死的 这个你肯定理解 现在比较有好处是 徐玉是三邪 他是不能跟任何人 扎成一个驱虎收人 收人头的 其实你知道刚刚 怎么做最好吗 怎么做最好 他先睡一下佐词 嗯 然后呢 南蛮 然后出桃救我 吃个桃开个南蛮 或者他直接睡一下 寻玉 开个南蛮 把佐词救起来 然后寻玉 他还可能还会给他补三张牌 然后再把你们两个一收 这样就九张牌 就很可能吧 你看 方向香这个打法还是挺奇怪的 其实要我这么打 我一定是直接过河 他摇春车手牌 然后杀一刀 佐词不能 我说的是睡一下那个寻玉 对 睡寻玉 然后说不定寻玉再给他补三张 对 然后桃子我们就给佐词吃了 对的 然后你要死就死 不死就这样吧 对 寻玉这边佐词选择自己过牌 是可以利用到菊花刀的节奏吗 借刀杀人 他是不去借这个刀了 好 这样很不错 因为寻玉也是没拘虎空间的 其实他有这么多刀 为什么不给我一两张呢 他是密集了两张 裸摸了两张 嗯 他本来是没杀的 你看这个寻玉 他这么打就是给寻玉去菊花刀嘛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摸一张 然后把孙上香收了 这不行 我们是把加密码拆了比较好 无懈可击 无懈可击 我们最终还是要去打孙策的 其实孙上香好几次机会都是可以直接带走孙策的 他打的非常有问题 他可能是一个路人举的定式思路 嗯 很多人都说群内举的定式思路 就是啊 大家都有吧 有可能 群内可能是一个选将定式 对的 然后路人可能是一个打法定式 其实我们观众跟跟随我们这么打下来发现 孙上香两次的严重失误才导致反贼不能够杀死孙策 本身是很容易就把孙策给打死了 非常容易 在那一轮难瞒桃子和杀的那样一个抉择上 绝对是非常大的一个失误 他选择了稳 他可能是砍到了人数的要势 其实说 其实我们不需要选择稳 相反我们去杀孙策就是最稳的做法 因为你会不断的把桃子给逼出来 然后我们不断的进攻 这说明了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对的 庇佑江东 而且徐玉的一个做法是也挺奇怪的 在孙上香没有选择他菊花刀的时候 他是不应该去抱孙上香菊花的 当然面对孙上香这样一个诱惑 孙上香的魅力还是很大的 我承认 是的 所以说他去打他我也理解他 一时没忍住 这是年轻都会犯的错 对男人都会犯的错 特别是一个这么大的有料的位置 特别是这么有料的是吗 你不要说这么直接 有料的妹子 趴在你那边 说什么都没有 哦 他脱光光了是吗 其他还有一匹马 有最后的资源 马修人齐的 哦 你怎么越说越离谱呢 这边齐策 齐策可以收人了 杀一下 他是神杀然后在桃园嘛 我感觉桃园回得过来吗 他就是杀桃园 我感觉回不过来自己还是会死 因为会被生权一杀 桃园 桃园我感觉是回不过来的 反正就是说我们输在孙上香那一个点上 那一轮我们其实已经 我们可以坏个房间吗 嗯 已经赢了其实我们 其实按照正确的打法 随便让哪个直播间的观众去扮演孙上香 对不对 应该说我们剧本一写好 但是我们没有QB去请导演员了 对对 突然之间换了个零食演员 对不是 这句话叫做 剧本写得好盒饭要喂饱 哦 对 盒饭喂不饱 是吧 剧本也白写 不对 一定要押韵 叫做 嗯 剧本写得好盒饭要喂饱 盒饭 盒饭喂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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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交给更多的观众了 好 开始加入 这次是一个忠诚 我们可以选个什么 叫盒饭喂不饱 再也不能屌 这可能选学术嘛 我感觉不行 国家也可以 国家吧 国家好了 我比较喜欢 国家这武将 好久因为好久没出现了 对的对的 我感觉你借国家怎么评价 借国家他这个武将 如果是在打一个团队模式里还是很有用的 就是他能够给四排 如果是联动的话 借国家我感觉就有点像新网易的 因为新网易和国家都是把自己的牌给出去 对对对对 虽然说即使性可能差一点 但是可以给到一个你可以把自己因为没什么人打你 你可以把队友需要的牌给留下来 对的 但是袁绍这个主攻是需要即使性的主攻那就没办法了 是的 进退自如 侧马区勤 斩敌当心 嗯 这相声真把我真心说服了 我们已经成功收编一位粉丝 啊 借招应其实可以当忠诚的 因为他的牙角也能过牌的 我感觉万剑启发给他吧 然后留一张闪就好了 对吧 是不是 可以呃 留一张吧 对留一张好了 然后我们等会尝试去卖最后一次写 让最后主攻没出牌的时候 我们就卖出最后一选 没有 这个时候 我们先就 这个时候还是如果他射可能还是可以再卖一次写的 哦 我感觉闪了吧 卖一次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卖一次 闪吧 还你闪 还你闪 这只是 什么 剧本在我 对什么 不说了 其实 其实 其实我觉得说万剑启发其实是一个信号 你明白吗 不是 不是 万剑启发是一个信号 我留了一张牌万剑启发给过去 意思是说 那个 其实我理解错了 他已经放出信号了 如果开万剑就说明没逃了 对啊 对就是如果他开出的是两张花色 用万剑不发万剑的话 他是说明说我还有牌可以给你卖 就相当于在我们在打比赛的时候通过一张牌来传递信息 就是打最后一张牌嘛 比如说我给了给了你一张一张杀 对吧 我给过你的王毅给过你的 那你这样明杀不打 我就知道你永远有这样一张杀 那我给过万剑过去 他打了万剑其实是告诉他没有桃子了 一般来说是肯定先打万剑的 因为他你闪就闪了吧 因为他还有那张牌可能说不定再A出来也对嘛 他有 因为万剑是张红桃牌 桃子是很冲突的一张牌 桃子也是红桃嘛 他放万剑是两种颜色的嘛 一样的嘛 所以说放万剑的话你就闪了 因为他不可能再用一个桃子加一张红桃牌去放出来 等第二发的时候你再卖也行啊 哦 独恋男生说的有道理 我看来还是被那种比赛的思维所局限了 因为比赛中我们认为名牌就是一种信号 那其实按照那个理解我当时也是理解错了 就是说他放这个就是应该去闪的 不要说这么多啊 我们换一个剧本吧 当然最关键的是我们其实一开始没有杀手机卡 但是我们看到假许了 这变成一个烂剧了怎么办啊 这边要杀不练师了 神仙难救 我感觉主攻还是太危险了 主攻太危险了 顶不住啊 有点顶不住 就是看那个离线的是什么情况吧 最好不回来了 对 哦赵云 哦赵云这样是要直接一波突了 如果假许是内赵云是中那就好了 赵云应该是不会是中 哎反正不管他这边肯定是会杀死高顺的 这个没有意味 因为他牙角过一张闪的没给主攻 带走 所以说这个赵云一定是内阶 这盗云是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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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瞬间打脸打得好响啊 对啊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打自己脸独脸 但是我说对了一个事实他不是忠诚 啊是你说的这个东西他不是忠诚 是 因为忠诚他那个牙角的话会给袁绍 啊 啊这样去看这样过差了 把不屑 啊 袁绍可以就这么存牌了我觉得 内奸选群甲许是一个不这么好的选择 其实袁绍能够存牌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吃草的 哦是的 所以说内奸选群甲许是不是太好的选择 因为给主攻一个主攻计 嗯也对 呃有魏甲许的话选魏甲许 因为这样可以把主攻的存牌量给压下来 嗯把让他就是不可能 这许我们可以离开尔西看最后吧 我们只要等有边信息获胜就行了 对的 我感觉我赢的 嗯可能是我赢 百分之八十八 只要他出一笔加义码挂上来就可以了 嗯加义码 我们少了点就百分之八十八 对 好我们继续来打 这一次我们是内奸不知道陈陈在不在 没事我们反正录录像了嘛 录像不做算的 录像不做算他一定要直播吗 是的是的 是时候直播你扒开的技巧了 哦好吧 哦好吧 我们这个说的点累喝一瓶水 今天赞助我们的是冰露机能水 还有广告有收入吗 哦陈陈说我们不理他 嗯我们看一下选什么 我们来选个鱼籍吧 鱼籍是吗 嗯老鱼籍 老鱼籍 嗯你确定吗 确定 好那我们去玩一下 其实其实很久没有玩过了 好 我们能蛊惑多少只无中生勇呢 我比较期待这个问题 我感觉 啊一个都蛊惑不了 我觉得三张没有问题 因为第一下张春华就会正义了 张春华在哪里 哦是 那我们就把弓死好了 还有王毅也会质疑一下 又可以 让他质疑好了 啊 哦楚公说 你们你们咋吧 你们自己去吧 楚公说我不质疑了 你们两个在说相声吗 哎呦你才知道吗 王毅挑一个忠诚 王毅忠 你知道选这个鱼籍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吗 是吗 我们可以 张花死了张花死了先不管 我们可以就是 五分钟可以 就拖到十分钟可以点头响 哦 还有这个好处 嗯 这边蔡文基是跳中吗 也不也不也不给张和弄 这边挂了一个苦肉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独祥123同学 对 我们是蓝祥 我们是蓝祥相声组 相声组 每晚十年给大家说三国沙相声 我们都毕业于山东南响 这边破军 我们来自第一技术学院 我们先蛊惑个无中生友 先用桃子蛊惑吧 桃子蛊惑个无中生友 其实蛊惑一个来蛮 哦这边敢自宜是吗 那怎么办呢 杀他 那就给摸牌了 让他明白嘛 摸吧摸吧 多大点是一张牌而已 反正我们也是弃掉这种桃子 就是 反正我们又拿的没有用的 身外之物 找死吧这不 敢质疑我 这不找死吗 仇杀 谁敢就杀水 谁敢质疑就揍谁 打不过我们再另说二次 是 但是只要我们打得过 谁敢质疑我们就杀了水 对的 再来自一个无中生友 嗯我们还是低调过了 大丈夫能屈能伸 是 不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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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武器器得很有想法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有寻遇在 啊 再摸个简一马一袋 然后张春华一死 就去虎可以 让你吃菜了 别动 你信 你信吗 本家 踩都不踩你 有本事来打我 对啊 来打我呀 然后他套出连弩 四十三说明 不做事就不会死 你来打我呀有本事 你说你死了还是活了 他不敢打我了 哎 来啊 质疑啊 连赢了 还真连赢了 鱼姬那就是 可以不怕吃菜 可以质疑死 来嘛来嘛来嘛 哎你怎么不打我了 张春华 一点勇气都没了 这边跳反 我感觉这个蔡文姬 越来越像封城啊 啊不管他不管他 蔡文姬之前就跳中了好吗 是啊 但是小胖 这是我们怎么办 哦他跳了 跳反 那左磁士的忠诚了 对的 哎锁定机的好处就在这一刻体现了 是吗 我人不在 你们还得多用一张基本牌 对 我人不在我的灵魂还在 我的技能还在 我上天看着你们 我靠 鞭吃了这个 这不是帮你控场吗 是啊挺好的 把自己鞭吃死的 然后带走一个张春华 或者带走一个蔡文姬是最好的 哦吼 这应该不会带走 这应该是 我们不会带我 不是我们不会挡路了吧 我思考这个问题 我不会挡路了吧 啊 张春华死了吧 因为死了 就不可能挡路了 对有负义马了 就徐玉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你为什么要惹鱼琪呢 你不找死吗 张和人我张和死 春花人我春花死 都得死 我感觉主攻离线还是个很好的事情 还是个好事 因为一来有响乐 二来他们输出也不够 对 他们专心打朵词 三来我们还有蛊惑 嗯 说不定啪啪啪 然后当前回合决赛 然后质疑是两个反 然后再把主攻开死 我就用个桃子来救人就可以了 杀 哦这边为什么还要杀我呢 我们鼓合一张闪 鼓合一张闪 来嘛 来呀质疑呀 庄业质疑了 其实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给徐玉找一个距离 所以说需要开一张叫五股风之牌 但是王毅一定会质疑 对 因为王毅你是忠诚的话 王毅掉血了 我们注意王毅掉血了 王毅可能会给我牌 因为我打还是比较中的 我感觉不会 嗯 我打比较中 应该给自己 给我 啊好吧 他是个自私的人 就看 某张AOE吧 万金出了没啊 万金还没出可以蛊惑一下 嗯这边他拿过血了 我们可以拿着五股风灯 对我觉得我们拿个五股风灯挺好的 嗯这样也表明了内奸的立场 对 好但是 这边五股肌给他没关系 这边要酒杀了 这边谁拿了一个东西 刘善拿了一口酒 哎刘善还是景志龙呢 就说先拿个酒来防御 因为他是拿第一张牌 嗯哼 是吗 我们五股 握个五股风灯 五股在哪里 快快快快 不知道啊 猜猜看 还是我手快 啊哈 这边是需要拿 铁锁吧 我感觉是应该拿个过拆 我觉得拿铁锁就可以了 铁锁自己和那个主持 因为我感觉需要把那个盾牌拆了 拆了 猜猜记得 哦这个没事 不然真的没人打了 在蛊惑嘛 那这样蛊惑好了 蛊惑五股 反正也是五股风灯嘛 是吗 反正本身 他们摸一张也是五股风灯 那是你摸不了的 那是你摸不了的 没事没事 熊玉质疑嘛 质疑我就打他嘛 哦 现在问题来了 刘相回来了 啊问题来了 刘相回来了 啊问题来了 刘相回来了是吗 吴中生有 五股风灯 五股风灯 猜猜看 自己压 这个这个这个 熊玉找屎 是 这个猜猜也找屎 这个猜猜也找屎 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借师还魂的 是吗 是吗 人家就是 人家就是 人家是领导 就过来看一下 他又来看一眼了 然后发现 哎呀还能打 打得不错 我看这个贴子干好就过牌了 哦 开张五中吧 在五中吗 是吗 嗯对 红唐 最后他闪五中吧 闪五中 闪五中 用这个五中就可以了 闪五中 不要闪五中 因为熊玉有距离 不会删你了 你看不敢了 这八卦这不就转了吗 好的 哦 这张牌应该铁索一个叫铁索连环的东西 嗯 先别闹了 铁索连环肯定他不会质疑的 铁索连环是肯定不会质疑的 我十五九点 我一共看了37眼 厌尸二口口水 哦 太厉害了 这都看出来了 决斗 啊决斗 火杀 雷杀 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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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铁索连环帮你还解了 这说明什么 滴水之恩当勇权相报 我给你五股摸了两张牌 卫杀 这个杀 这泰文技打得太好了 我感觉这是一个很有大直观的选手 是的 但是王毅带两连动怎么办 怕什么,刘善他不知道谁是忠诚 刘善还是会摸牌起怕过 刘善会放权我或者放权寻玉的 寻玉和蔡武器都跳反了,他应该会拆了,让他拆好了 刘善是肯定不会放权的,因为你看了两张五谷,他还是回来审查了一下,还是知道具体情况的 是吗?没关系,这种小事是吧? 我们应该留着寻玉,想寻玉吃,找个人居虎,吃个菜 我现在担心的是一方面蔡文鸡的问题 我觉得留着王毅去打死寻玉,然后再去打蔡文鸡挺好 暂间齐发没了 哦,哦,他出闪电了,那就没问题了 无懈可击 我直接无懈自己好了,直接无懈比较好 直接无懈比较好 我还不想掉鞋 我还不想掉鞋 掉鞋了 诶,他去杀蔡文鸡了,好评好评 哦,周兄拆武器了 他看来还是不想杀蔡文鸡 那还不想死 他想杀我,来嘛 来嘛,少年 人家还是不想杀你 你看 我,绝不屈服 琥珀无中生有的时候来了 真的真的,地下真的 假的假的假的 假的假的 又真的 假的假的 蔡文鸡质疑 但那质疑就是了嘛 蔡文鸡质疑死得挺好的 还真没人敢质疑啊 那用真的嘛 这太扯淡了 来嘛 这那无限开了嘛 蔡文鸡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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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怕什么?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南麦入侵! 结束吧,我们讲到自己有很多桃子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 我感觉可以直接南麦入侵,把菜也吃了吧。 我不要吃菜。 我感觉多吃点素的还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梅珠南麦入侵嘛,果果一张有可能是真牌的牌嘛。 不怕不怕。 反正闪电在我们面前不值一提。 冠世傅出了吗?我记得还没出啊。 阿们这边会放王毅电视台吗? 我感觉有可能。 是吗?你懂那样的王毅? 但是他这张铁锁连环为什么不用啊? 他不喜欢铁锁连环嘛。 他说电视两个太没挑战了。 点错了,点错了,点错了,快点一下。 好吧。 我这时候,其实我们前面有很多牌嘛,我可以去蛊惑无懈可击了。 好红啊。 王毅一倒凉血了,就有可能敢质疑了。 对。 绝不屈服,我将尽我所能。 我要找铁锁连环了。 我要打无懈了,首先我要做的事就是捕破个无懈可击。 你信吗? 啊,这边质疑了居然。 因为太凉血了,不怕质疑死了。 是吗? 对。 啊,没关系,让他拆。 你说你会死吗? 嗯,死不至于。 没杀? 这次肯定没杀,王毅是敢杀你的。 他没杀? 找铁锁。 啊,铁锁真的直接连起来就行了,不用质疑。 但是这样的话,蔡文基怎么办? 蔡文基将主攻去杀呀。 主攻不可能杀的,想多了,过了吧。 啊? 他随于打无限,不要太急。 我不着急,我不着急。 我这个时候应该是。 过。 过就可以了。 我感觉你铁锁都可以稍微晚一回合。 他看一下怎么打了。 其实电阻弓挺好的。 电阻弓,而且电阻弓不好,电阻弓不能决心。 如果主攻觉醒的话就卖好了。 就是电阻弓直接觉醒的话,那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是吗? 我说,就是电阻弓不觉醒嘛。 但是医学的话还是很危险的。 对,我就说,其实电阻弓挺好。 电阻弓王毅就不会来打我了。 现在王毅有可能打我。 我将尽我所能。 啊,尽我所能。 拜拜。 啊,怎么不手抖呢? 为什么这个人就不手抖? 人家没得帕金森综合症。 像我有多动症的小孩, 就说不定就啪啪点两下。 其实效果是一张黑桃,换成一张黑桃物。 哎呦,好疼啊。 这王毅太装逼了。 判一下。 漂亮。 我就不闪了。 我就让这个摄像机来帮我判。 慢慢判嘛。 我感觉蛮不错的。 判嘛。 反正还要再杀我一个人。 到时候我们再不过杀。 哦,我宫都用了。 为什么? 不知道。 啊,给了主攻一张牌。 这肯定是张防御牌。 他自己可能一出防御牌了。 反正他想去杀他们鸡了,吃桃了。 吃桃就蛮好。 关键齐发给那个群衣补牌吧。 直接开秒吧。 对。 菜吃了就吃了吧。 没办法了。 一个质疑的事情。 我感觉效果。 因为王毅第一轮关键是会掉血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带走它。 母牌啊。 不对。 我们离开了是吗? 离开了是吗? 离开了的话,那我觉得吃菜直接去飞着一波也可以。 回来了。 回来了。 这招南蛮还是要开。 还是要开。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这样有可能把王毅压到一血。 然后我们如果血液不死的话,可以屈护你把那个王毅给杀了。 对的。 对的。 现在我比较是,收人头其实也挺好的。 收人头? 都收过来了。 都收过来了。 都收好了。 。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有。 就是单挑有点吃力。 对。 王毅是没杀。 现在他就掉起来。 我们就看一下怎么怎么那样打。 拿着来看看再说。 哦,我这边可以蛊惑一张无懈可击。 先不蛊惑了。 哦,开两张无中生有。 看开出来什么吧。 是桃子。 你为什么拿不到那张冠石符呢? 不知道。 有单挑。 估计没。 还能有桃。 我感觉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多留点杀和无懈就可以了。 哦,我感觉留下就行了。 那么我把狐狸马给射了嘛。 这位王毅过牌量这么大。 打无懈吧。 无懈吧。 拆了加一肯定输嘛。 对啊。 拆了加一肯定输。 我感觉还是有机会的。 只要再摸一张。 啊。 啊, 需要少看富人之志。 啊,即使你刚刚打击了, 在放那个南蛮的时候, 你可以再蛊惑一个南蛮。 是吗? 嗯。 打真南蛮之前蛊惑一个假南蛮。 哦,他不杀我。 这边是丢头子。 表明忠诚。 来装一把逼。 哦,是时候装拨逼了。 是时候装拨逼了。 是时候装拨逼了。 啊。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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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输了。 你要说一句什么话? 我们找闪电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人在座, 天在看, 最后苍天饶过谁。 饶过谁? 让你装逼。 让你装逼。 让我谁? 让你装逼。 我们留个闪吧。 哦,留9个可以了。 火砂已经没了,扇子也没了。 我们之前自己打了两张火砂, 扇子也扔掉了。 然后一个传说中的火弓。 而且我们可以尝试有机会去9杀, 你明白吗? 我感觉单杀吧。 单杀吧。 慢慢模式。 对的。 因为我们有装备优势。 对的。 而且有闪, 我们可以防决斗这种牌。 好。 我爸爸是刘备。 在9杀, 找机会。 气闪了吗? 没闪。 有无蟹还是有9呢? 无蟹啊? 你确定吗? 肯定留无蟹的。 是吗? 反正无蟹可以防一切东西对吧? 那倒是真的。 最主要是绝对没出几张。 突然拿出个距离怎么办? 绝对没出几张。 对,绝对没出。 闪电。 不挂了。 挂挂挂。 我们怕什么? 闪电。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控闪电的人。 但是我们今天第一局中了闪电, 这个风向不好。 哎呦,打一张无蟹就可以了呀。 我还是看风水的。 再这样,我是算命先生。 说什么? 说什么? 我跟你说, 禁单条我就说我要靠闪电营。 厉害厉害。 所以说,对吧? 说什么? 哎,称称啊。 在这里,她已经打出了很多的省月号。 内金赢了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说,莫装逼遭雷批。 莫装逼遭雷批。 今天的主题就写这个。 好好,换个房间。 准备。 好, 其实大家去看我们最新的, 目前我们已经有三期, 叫做蓝翔相声专场。 大家去看看, 由蓝翔给大家带来的三公沙姐说, 绝必让你亮眼。 最主要的蓝翔是会控闪电的人。 你们只要看了我们的直播, 只要看了我们的直播, 不会控闪电。 闪电就不会控自己了。 对的。 你想炸水就炸水。 好, 我们先选将, 还是独恋来决定。 我感觉是时候选一个, 如果这个忠诚的话, 我感觉可以拆蓝鸡。 然后呢? 反贼的话, 我们选个蛮宠吧。 蛮宠。 好, 我尝试一下。 这样的手牌好像要死, 但是我们还要是有个防御剂, 主要是我们有一个白银狮子。 我感觉过不了甲许那一关。 我感觉能过甲许那一关, 我有当杀啊。 看嘛。 有人问独恋为什么叫翔? 这个我们还是请他自己来解释一下。 打的菜被人家喷一坨翔, 所以我就叫翔了。 不对。 其实他有两个原因, 这只是他第一个原因。 关键原因, 他本名就叫翔。 我本名想炸翔哥吗? 不是, 你本名就是有个翔嘛。 对吧, 昨天我们给大家讲过。 对, 我们平常要么叫他独恋, 要么叫他翔哥。 怎么感觉这局又赢了呢?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没看。 是不是翔哥打出的优势? 果然有翔哥在场还是很厉害的。 这边跳中。 这边跳中。 这边跳中是正常情况。 嗯。 但是这个乱舞他又不敢乱了。 对的, 不敢乱。 所以说我们这张杀是没用的。 其实, 张角的手牌基本牌偏多, 所以我们用一个基本牌去杀, 去翻面他比较好。 但是张角会翻也就那样吧。 。 翔哥要活。 还是乱了。 我为什么觉得我这个时候杀盾还好一点? 我也感觉杀盾还好一点。 说不定他有一张伞就囤一个田, 有距离。 还能囤田, 对吧? 然后有距离, 他就可以杀张角, 张角就可以把你劈一下, 然后扔掉一张牌, 然后再把你玩一下。 但是我不想让贾许来干预我的手牌。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不敢杀教主吗? 这我, 陈陈已经在问我, 是我把样图发给他还是怎么的。 我们今天完成了我们的心愿。 一缓至极, 独占驱兵。 好, 我们接会一会就把那个发给你啊。 别着急陈陈, 肯定发你。 这是挑什么? 这边张角还有一张伞。 张角一张伞, 我们看一下俊行这个牌是, 嗯, 气质与其相比, 不同的角色。 那如果他可能会弃一张伞, 两张伞。 其实我们可以俊行, 这个是说要强赌这个, 这个了, 要强赌天判了。 但是我讲了, 有我们在, 就不会炸我们。 我们, 就带关心技能。 连队友, 都不会炸。 翻了好吗? 我觉得翻的挺好的呀。 我们其实, 用锦囊翻吗? 对啊。 他可能会丢一张牌, 我比较希望他丢牌。 其实我就很希望他丢一张伞出来。 哦, 他这样出牌了。 那也挺好的, 其实。 至少我们到张晓郑会不会去打黄盖。 邓爱挑什么吧? 不管邓爱了。 这边打无蟹肯定是一个忠诚了呀, 对不对。 我是这么觉得的。 好, 把这个乐乐一拆。 好, 这边无蟹。 感觉这个无蟹在黄盖手里呢。 刚刚你去翻一下邓爱的话, 有可能比较好让他决心起来。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性, 因为我们有天度。 我都给他讲了, 是吧? 在张巧面前说天度。 哎, 没事。 这都是小事情, 我们还是随时可以赢的。 我们如果有个武器牌的话, 我感觉还是翻一下邓爱吧, 把最后牌偷偷玩, 就杀了就行了。 也对。 毕竟张巧的。 那这边无蟹特别多。 漂亮。 漂亮。 就只剩一张手牌闪了。 那我们肯定是让邓爱觉醒。 就是最好是装备牌嘛, 他可以弃得出的牌。 哎, 反正赢了嘛。 大家都托管了是不是? 太简单了。 好, 有一张桃子。 看来, 我只能洗作人头狗摸一张南蛮入侵了。 雷杀。 我们杀一道邓爱。 试一试啊。 漂亮。 结束了吧, 可以。 嗯。 结束就可以了, 我认为。 他顺一下左词就可以了。 可以, 杀多的话把你诸葛联弩给顺过来。 他先去顺这个贾许。 因为左词这边偷管, 意思就是不出桃了。 所以他先顺贾许也是合理的。 可以顺你连弩吗? 哦, 这个顺吊吊吊吊。 好, 好, 好远的一个顺。 留个田啊, 不要顺我, 留个田, 对的, 留个田, 可以了。 他如果下多支, 那可以把你连弩顺过去。 嗯, 那倒是真的。 怎么可以这样呢? 南蛮入侵出来了。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对的, 我说我们摸不到, 但是我们队友能摸到。 我们只要的是结果。 对, 我们要的是这个结果。 呃, 我知道这来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张角会死于南蛮入侵之下。 对的, 然后, 为什么邓爱他能收到人头? 因为我们在乱舞的时候, 做出了最英名的决定, 杀邓爱, 而不是杀家学。 不然邓爱离学醒还早着呢。 嗯, 一个邓爱让他两个田。 对的, 再杀了他一刀。 我杀他一刀, 他杀我一刀, 我们两个田, 我再杀他一刀, 三个田。 这就是我们自己人打着打着, 对手就崩了。 对的。 传说中的不动摆大阵, 该怎么打。 好, 我们又是五号位的反贼。 有什么厉害点的主攻吗?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会出一个诸葛克的主攻。 我感觉是一个张春华的主攻, 说不定就是时间到了, 出来个刘备。 出个诸, 要不就左词, 这么犹豫他一刀, 选了个曹丕。 我觉得介绍云是个好武将, 今天我们还没有玩过。 可以啊。 可以吗? 那就我们就选介绍云吧。 其实关平也是个特别好的武将, 在曹丕局还是挺适用的。 选那个? 选介绍云吧。 好。 你说好的三十个皮肤包呢? 皮肤包, 哈喽, 哈喽, 叫他say hello, 快, 让你say hello。 谁啊? 不知道。 我不认识啊。 嗯,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什么milk, 什么奶。 冰牛奶。 不是。 的徒弟。 嗯, 可能是。 的表弟, 怪不得冰牛奶一直说他有表弟。 已经变成我的粉丝了, 他让你跟他说一声hello。 哎, 我英文不好啊。 我只会说你好。 点头yes要for no。 这个英文你好怎么说的? kambawa, 不对。 kambawa是什么? 是kambawa吗? 我也不清楚。 忘了。 说明我们日本的看得少看得少, 还是要多学习才行。 嘞。 章口好凶。 漂亮。 那这样的话, 这王者有可能。 我还有, 我还有是早上好。 还有哪? 哦 这边 掉地鞋 我们蓝箱已经要扩展到外文系列了嘛 哦 是吗 这黄盖好厉害啊 这黄盖好厉害啊 口径鸡蛙 口径鸡蛙 这都不是事 我们的无中世友 会开出来一张叫乐不思索的 还有这张无懈可击的 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随便打打曹匹就赢了 我觉得这一局 哦 我们已经赢了 看到没有 虽然已经挂闪电了 我怎么感觉这个时候 可以开一张南蛮入侵去压曹匹血线呢 不用 我感觉吃个讨挂个藤匹就行了 我觉得是应该开的 我感觉是不应该开的 因为曹匹它是有乐不思索 我觉得这开出来 而且还可以压黄盖一点血 不是 因为剑马超特别上一个反贼 很容易被黄盖打死 嗯 这个是小事 我感觉这个事情很大 这边张冲娃为什么要无懈曹匹呢 看来我们思路出现了问题 所以说这张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为什么叫神牌 为什么 因为收队友的时候特别好用 你现在不再收队友 为什么要用这张南蛮入侵呢 那我就吃饭吃饭过吧 这种就是看见队友残血 就事实偶尔放这南蛮入侵 队友都满血的时候就不用放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特别是这种对别人 对方一血的时候这张南蛮入侵 好 那也可以稳移回合 好 这边一个九沙周瑜 直接带飞 那周瑜是个忠诚吧 是个内奸吧 反正差不多了 已经打出了优势 但是为什么黄盖会这么打呢 其实还是在于赵云一张南蛮入侵 装了身份 首先邓爱跳中了 对吧 张河跳反 张春华跳反 我为什么要犯南蛮入侵 现在可以讲给你们听 在黄盖是民中情况下 马超是民反的情况下 那么说这个时候 肯定是秒一个三血脆皮粥 对吧 而且脆皮粥鱼的一个技能 又跟曹碧相克 但他其实是忠诚 所以让黄盖去秒周瑜 原来你已经看到了结局 对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张春华也配合我们 打了一张无懈可击 演戏演全套 张春华说 对 其实我们不用担心这个邓爱 因为闪电他已经死了 你已经死了 我特别想到动画片 什么 北斗神拳 我不知道这个动画片 结果还真的是没有童年了 你童年比较早吧应该说 其实如果张春怕死的话 可以把嘉义马挪给自己 这样的话邓爱就顺不到他 看他选择出牌 拆了一下他 要杀人了吗 没有杀人 菊花宝刀 碰碰 我肯定看过北斗神拳 还有 好 先服勇响 授予天奇 这个菊花刀有点危险 其实 他这样是可以去顺这个 这张菊花刀的 但是你有牙角 但是我有 我有闪电应该说 主攻死了吧 应该是 主攻应该会死的 但是我有牙角 不要 人家 给自己啊 当闪电判定了 这张牌 或者取消 那就取消好了 过河拆桥 哎 看看看看 当闪电判定多好 别闹 杀掉他就可以了 不然你不是那张 这个张春怕问我放AOE 他怎么不问周瑜怎么死的 看下结果啊 张春怕 这个张和死没关系 张和死都是小事 重点是闪电 闪电保住就行 对的 看来这两位玩家一定没有看过我们的直播 说明这两位玩家一定不在现场看我们直播 对 这还是好事 所以说你要推广一下 这个我觉得不需要推广 因为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装身份技巧 我说 推广一下让他们看直播啊 不需要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看曹丕死不死就行了 死了之后 我告诉说 知道为什么吗 好等他死了 我们就开始 对 再把这个我们可以地址给粘贴一下 是 等这个曹丕被批 我们就把这个地址给粘贴出去 对的 你看八卦胜救了张中华一命 是吧 曹丕也是冥冥中在自己夺死 五股丰登 你看五股丰登再救一命 救人一命 圣上七级浮屠 是的 这拿火工我想想我拿什么 其实在我这位主 我是应该拿青龙燕月刀的 因为这是一个苗主的局了 主要是反谁都不这么怕翻 对的 但是被翻了 张春华决斗曹丕掉一血 闪电电三血 这游戏就太简单了 你知道这局最关键的是什么吗 最关键是什么 你杀曹丕的话闪电会停住 是吗 所以说我们把马超杀了吧 我们先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看曹丕其实可能在这回合已经死了 但是这样的话我感觉 马超本身就会死 死了最好 死了可能会放桃园 曹丕千万不能活 因为活了他会放桃园 这桃园给他拿到还是很差的 而且还会带一个可恶的八卦阵 是的 哎这边跳内了 我好像要出事儿的样子 我感觉可以把张秋华连一下 我觉得特别的靠谱 我们先杀 杀 翻嘛 翻红盖吧 这样闪电也能停下来 好 我觉得 提到连环可以不用连吧 这个时候 去连一下也挺好 连一下挺好 不管是谁啊 不管是谁 反正一会儿 曹丕这个时候没电 闪电停下张春华 一会儿先从张春华开电 增大这个闪电的概率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主攻肯定要吃一个电 对肯定要吃电 这是翻黄盖找输出的节奏 这是中 这是内 这是为什么翻内呢 来龙胆 可以多看一次判定 是的 控一下判定 你是什么 把他把一个黑桃石砌了吗 杀我呀 红杀 桃 漂亮 火杀 火杀 带主了 带主了 我们的铁左连环连得非常有艺术呀 秒组节奏 秒组节奏 他可能会翻我 这个时候应该是会翻我的 那翻着一个红刀疤 那么他就会被垫死 这叫做不做死就不会死 不做死就不会死 不做死就不会死 啊 所以这个游戏真的是特别的简单 这是什么 前秋万载 一同江山 哦 别忘了 直播地址那天 哎呀没有给他们讲 而且他们 这种人还是不配来看我们直播的 明白吗 所以说 在他们不懂的这个真谛的情况下 我们要保持这种功力 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们 给看你们看直播的知道了就行了 对的 毕竟大家都知道的话这个游戏还是很难玩的 对这游戏大家都知道了这样一个秘密就特别难玩了 好我们看一下7号位置的反贼选谁呢 反贼选 潘昭马忠吧 好 那我们就选潘昭马忠 不多死就不会死 我们之前想这个问题这个今天的标题是什么来着啊 莫庄逼招雷批 对对对 我们还是以这个命名比较好 我们看这个皇后 看一下这个皇后 因为皇后如果掉了血有可能给我们一个距离的 我们先看一下皇后的身份 我们发现一个叫做硬性指标的一个玩家 非常有意识 非常的有意识 但是皇后跳了个忠诚 嗯 这边一个限制 五谷风灯 反正他没有拼主攻嘛 好多桃啊 嗯 桃子比较多 但是那个位置在前面挑一中的情况下 他还是开了这张五谷风灯 我们想想我们拿什么牌 拿一张伞好了 我们杀挺多了 对吧 我们拿伞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给鲁树一张伞 确定吗 确定 那独炼大神这么说我就相信独炼大神 原来鲁树跳了个忠诚 他也拿了一张伞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给鲁树一个跳身份的机会 我觉得也不一定 因为这边他是可以把这个帝蒙走的 什么帝蒙走 把这个孙权的牌 闪上去 对 好这样一个庆可灭之 但是他自己不要灭之 又翻面了 这也是中 这也是中 其实姜维这个位置比较像中 所以我认为鲁树还是比较像反贼的 这个参风机应该是这颗桃子 被拼了吧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 还不如说是判一下比较好 因为你这个肯定要被拼的 看太史词吧 看太史词吧 我当要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哦 是个反贼 是个反贼 这给闪的弊端出来了 来吧 屌屌屌 单杀 这八卦也是水做的 水做的 我谈一解义 看一眼 这边是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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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姜维和鲁树吧 这边是忠诚嘛 我给讲了嘛 所以鲁树就是我们的自己人 但是鲁树为什么要拿一张杀呢 鲁树为了杀春泉 乌光了杀春泉 闪掉 叛一下 空城也是好事 草花丢掉 这 丢两张牌至少说 这个时候不会把这个杀死了 是吧 我们就出杀 我们出杀 张维吃菜就吃菜吧 我觉得不需要让张维吃菜 我觉得我出逃 把蔡分析救起来 让鲁树耗施家帝蒙 鲁树为什么要无懈了高顺呢 耗施家帝蒙 这是最好的 顺手牵扬 顺手牵扬 乐不思索 鲁树为什么要无懈了高顺 是孙权无懈的鲁树 无懈的高顺 你看错了 你看错了 我们为了让鲁树能耗施家帝蒙 所以说还是把蔡分析留下来比较好 而且我们又顺到一个桃子 让他们去打 我看错了吗 谁看错了 我也不知道 啊哈 整个人都不对了 整个人不对了 整个人一瞬间就不对了 且慢 诶这是为什么呢 诶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高顺把菜都吃了 在想这么多干嘛嘛 靠摸闪电啊 这个我们就不要指望了 好难受啊这局 我发现这位有一位叫做硬性指标的玩家特别有意思 要跟这五千位观众来对喷一下 你的勇气 不是我们最近好像那个不是网站缺一个主播吗 对我觉得像这样的玩家还是非常适合去网站做直播解说的 特别像马上就是星期五 对 星期六上海等你 对 星期六上海等你 如果你来的话 我可以把你推荐给网站的解说团队 这样你因为我觉得你承受压力能力还是很厉害的 毕竟当着那么多名人敢一挑五千 一挑五千还是很厉害 所以说网站的话有将近可能会破万的一些观众 是吧 嗯 这点点血不爽 不爽 不冰他了 他没挑衅我 拿去拿去 莫根哥哥客气 万剑齐发 但是我还是得去打一下鲁素啊 因为苏权有八卦阵 万剑齐发 闪吧 闪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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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只想知道最后一个真相 对我们只想知道这个真相 其实真相只有一个 真相只有一个 那到底是谁呢 原来鲁素是内奸 哦好吧 这边有一个桃子 夺刀 夺迪冰刃 夺迪冰刃 这样拿个杖麻神王 哦 这样是给你个小点 让可以醉恐了你 对的 醉恐 哦观众手再拿回来 其实是你配用的 这刀其实是你配用的 好疼啊要死了 我们好像真的是遇见开黑房了 高顺已经选择偷管了 然后这面 这面众多的粉丝和观众告诉我们说 高顺和这个就是众多的一个直播观众说 高顺好像是被一被很多人拉黑了 小百乐是专业开黑 原来我们遇到了医区的知名玩家小百乐同学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还是要给一些名人的面子 那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可以撤了 那么今天的直播已经到了不知不觉已经到了23点50分 还是很快的 还是很快的 回顾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历程 我们可以发现 来看一看 哇好多胜利啊 好多胜利啊 马超胜利 马带胜利 黄盖胜利 鱼吉胜利 满宠胜利 赵云胜利 那排除这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 说不定我们还是胜利 哦也对 好像也有可能胜利 反正我们不管了 就是全胜利 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们失败的已经走了 我们这个是不刷新的 对失败了 他就我们测了嘛 他就没有这个记录了 所以我们每天打出来都是一个全胜的记录 还是很厉害的 我们还是要保持着 对保持着 那这位硬性指标的同学很有意思 他说打不过别人 就说别人开黑 赢的都是靠闪电 那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趣 首先说谁说别人开黑不是我说的 对吧 是直播间的观众说的 那其次赢的都是靠闪电 我想说 我们能靠闪电啊 因为 对你要有本事跟我来玩 我电不死你 是吧 有本事 你们不靠闪电 你们厉害 我们 但是我们有人品啊 是的 剧本写的好 不如人品好 是吧 墨庄逼 遭雷批 是吧 如果你真的很厉害 那么 你就来上海王站找我 我推荐你去做王站的解说 让你一举成名 不需要在这里跟五千人对喷 是吧 做个王站直播压力还是很小的 还是很小的 对你这种大人物来说 就是小case 小case小case 好 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稍后我们把视频上传到优酷空间 谢谢大家支持 如果特别喜欢我的直播的话 请点一下订阅 其次可以加一下我的QQ群 请扫描二维码 拜拜 剩下时间我们就不解说了 我们要去传视频了 但是这个镜头还是在这里的